你看这牙 啊 是 说 摘一个牙一万 那天说了说四千九 我算了四千 这九颗牙 是啊 你要认识少三颗牙吧 你做两个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个 种植牙 种植牙 你才你能 一个不行啊 一个你这三颗牙它打字 你两个呢 是 你做上那个 再让那个叫 罐状 罐状牙装上以后 对 它不动 是 你看这牙又开始活动了 哎呦 完口牙吃饭费劲了 是啊 那您这一口牙 起码也得花个 小十万 最少得十万八万 十万八万 那您准备去吗 等着捞件呢 哈哈哈哈 就说两话 是 你等着尖烙下来再说 人家测试吃呗 没错 吃点软食呗 是 操合着吧 你说怎么弄 你说怎么弄 是 现在这个桥牙属于自费 抱的少 咱们中国和国外都属于自费 对 基本是 国外也是自费 国外最中贤的行业是什么呀 牙医 管道工 这是最中贤的 医生 都国外都中贤 我不理解的是什么 嗯 这几颗牙一万 嗯 不就是打一针 麻药 拉一小口 打一眼 塞个桩 是啊 弄个螺丝 往上一拧 对 怎么就一万呢 我就不知道 这一个也行 他们多了这 这一个一万 他需要技术 一般人干不了啊 那你需要技术 现实你劳价 你不涨啊 两万 哎 他们爱哉不哉 干嘛劳价啊 现在物价都涨 劳价你为什么还给人做 说明原来挣的就是黑心钱 哎呦 我觉得是 反正物价涨了吗 啊 物价 那你说呢 昨天我上大学市啊 嗯 大葱三块五 白菜两块五 是啊 大葱还算便宜 咱那个没关系 咱工资还涨了呢 咱说公大话是吧 咱他长得难吃得起 没错 对吧 你这牙你说是怎么整啊 真是 啊 拔了不要 哇 你说什么呢老爷子 活该啊 拔了拔了 拔了不要 不要了 不要别吃饭了 喝粥吧 哈哈哈哈 实在吃不了的时候再说吧 没错 等老家伙那天来了一个 枝一桌子问 一个牙四千八 我说你怎么说 他怎么写的 嘿 种一颗送一颗什么意思 是 他说你不明白 种一颗是九千 九千多 嗯 那不就是给你 种一颗四千多 是 啊 送那颗是怎么回事 他说能从价格上送你一颗 没错 我说你别提的九千多 现在没有九千多 这个牙了就 没有那么高的价了 就说你这种一颗多少钱四千八 没错 没错 就说五千吧 嗯 最少这九八九颗 对 对 再等唠唠价再说吧 哈哈哈哈